超級大暴雨遺漏下來的問題周圍都是 粉嶺簡喉村環境清幽, 旁邊還有一條河 居民一向住得舒適, 不過暴雨之後就危機四伏 我們每天都要踩著切絲膜, 要很小心走過 經過切絲膜切到你的腳 你走過你都要踩正一點, 踩穩一點才可以走 而我以為會彈起 老人家經小朋友受傷 把切絲膜向反轉 有人還因為這樣而弄傷 我之前朋友來玩 要跨過去的時候, 石頭就會弄傷你的腳 這樣倒了就很少人走這邊 平時走的話, 這樣摘了一條路就摘了很多 你過來的時候很不方便 除了這個鐵欄, 入村必經之路的圍欄都倒了 雖然河邊的雜草都有相關部門來清過一次 而有關部門也承諾會在十月底前修復鐵絲網 不過, 到今日仍然沒有人處理 走進去, 連踩到那些壞河嵐是躺地下的 之前那條柱是向著腦的 如果人走過, 就要打倒閃 二哥就做了那條柱 我就先打去渠武柱, 因為是渠 渠武柱又說不是 我們又打去那個文靜事務署 文靜事務署就說, 我會幫你們問一下 先問一下, 先諮詢一下, 究竟是哪一回事 然後文靜事務署就說, 很難關地政事 但地政事又說, 不關他們的事 那我就想問, 究竟關哪個事 謝謝 谢谢大家